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着他明明想要推开我 却苦于找不准位置 偶尔双手推到了不该碰的部位 像个受惊的兔子 眼见把人欺负得过了头 我低声又哄道 叫声姐姐就放过你 如今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我恨不得穿回去给色迷心窍的自己两全 宋总 您这次为残疾人群体做慈善 是不是和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失明经历有关 那段时间 您是否遭遇过歧视和欺凌 另一个记者用手肘对了对正在提问的新人记者 依照宋总的手段和脾性 谁能欺负得了他 台上的宋时雨声线低沉冷淡 听不出什么情绪 有过 被欺负得很惨 记者吃了一惊 像挖到大料一样兴奋追问 那么已经过去七年了 您如今是否释怀了呢 如果您再见到当初欺负你的人 会怎么做 宋时雨姬不可查勾了勾唇 抹撒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也许是错觉 我总感觉她的眼神似有若无落在了我的方向 七年吗 我只记得2656天 那些痛苦 必须让她万倍偿还 室内暖气开得很足 我却凭空打了个寒颤 怪不得网友都说 不要在路边捡男人 轻则礼 重则负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把流落街头的宋时雨送到派出所 而不是被她美貌迷惑 鬼使神差 把人带回了家 记者也感受到了气氛不对劲 插颗打混 宋总说笑了 然后迅速切了个新话题 宋时雨生事把我认出来了 采访结束后 我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安慰自己 别说宋时雨当年是瞎子 压根看不见我 就算是普通人 也不见得能记住自己七年前见过的人 想到这 我长舒一口气 陈小姐 等一下 电梯门外 宋时雨的助理小李朝我挥了挥手 我微笑点头 疯狂按让电梯关上的按钮 电梯门即将合上的那一刻 还没来得及庆幸 两扇门之间的戏缝突然伸进一双冷白修长的手 要不是宋时雨那张脸长得实在漂亮的不像画 我还以为自己误入丧尸片了 不过 比起宋时雨 我宁愿和我一起坐电梯的是个丧尸 陈小姐 你小李不解地看着我 不好意思 按错了 我低下头 捏着腔调学我爸抽烟抽多了之后的音色 好在宋时雨没怎么在意 静止走进来 她的官方身高是187 肩宽腰细腿长 标准模特身材 让人禁不住 想多看两眼 但我忍住了 站在离她最远的对角 拇指轻轻挖撒着手腕的疤痕 这是我紧张时的小动作 同时心里默默祈祷宋时雨不要再长了 毕竟188 听起来不太吉利 电梯从33楼缓缓下降 随着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和宋时雨之间的距离被迫缩小 前面的男生一直后退 马上快要踩到我时 宋时雨长腿一脉 不着痕迹地挡在我身前 一时间 我分不清她是特地帮我 还是站得累了想活动活动 按照她的性格 应该是后者 狭窄的密闭空间 我无处可去 几乎和宋时雨贴在一起 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浅淡的 令人心安的香味 瞬间勾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身体记忆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宋时雨不爱喷香水 却身怀体香 七年前 心烦意乱时 我最喜欢搞突然袭击 趁宋时雨不注意 猛地把她扑到沙发上 埋进颈窝嗅来嗅去 偶尔闹得过火 为了安抚我 宋时雨只能摸黑一点点 撩开上衣 露出净瘦的腰线和腹肌 耳垂红的仿佛要低血 还不忘用低哑的声音提醒 姐姐 只能摸五秒 让人血脉喷张的线条 柔软 富有弹性的手感 灼热的温度 和眼前这个高冷境遇 巨人千里之外的宋时雨 逐渐重合 我摇了摇头 试图甩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心跳却越来越快 为了转移注意力 我四处瞭望 看到了电梯内置广告牌上 娱乐圈长红 小花苏婷婷的照片 苏家和宋家是世交 苏婷婷从小就和宋时雨 订了娃娃亲 宋时雨在圈内出了名的不尽女色 和我同住那段时间 更是冷淡的 仿佛随时可以替发出家 曾经有个女星 只是在酒局上 装醉倒在了她身上 第二天就被软风杀了 可她却有多次被拍到 和苏婷婷同框 不久前 宋时雨常年戴在 无名纸上的廉价铁环戒指 在网上爆火 全网纷纷猜测 戒指背后藏着的女孩是谁 苏婷婷迅速在微博上 发了款式相似的老土手链 登上热搜 引起科CP狂潮 但那个戒指 像极了我之前玩街边小游戏 迎来的奖品 因为造型太丑 拿回家后 我随手丢给了宋时雨做礼物 她一直把这个戴在身上 大概是为了日日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当年所受的屈辱 足足七年了 什么深仇大恨不能消弭 我以为陈年往事早已翻篇 才大着胆子回国 没想到宋时雨记仇到如今 沉寂着 下电梯后 我刚走没两步 身后传来宋时雨的声音 宋总当着来来往往众多同行的面 我硬着头皮站定 把声音调整到最粗犷的状态 宋时雨朝我走来 四周齐刷刷投过来好奇的眼神 我听小李说 你在国外读得朔博 上个月刚回国工作 是 宋总有事吗 我只想快点结束对话 陈记者 欢迎来到我们公司 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宋时雨伸出手 我刚想抬手去握 忽然想到手腕上的疤 宋时雨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她一定知道那个疤痕的存在 我后退一步 把手背到身后 脑子飞快运转 随意寻了的借口 宋总 不好意思 我手受伤了 涂了药 还没干 男人好看得眉头微醋 陈记者 你怕我 没有 怎么会 您这么慈祥 而不是 平易近人 我故作轻松笑了两声 实际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七年前的我 绝对不会想到 那个看起来漂亮的 像洋娃娃一样 软软糯糯 任人摆布的小瞎子 会在七年后的今天 气场强大到 让人不敢直视 还是说 陈记者这个称呼 太过生疏 是不是叫姐姐会熟悉一点 宋时雨压低声音 狭长的毛子直勾勾盯着我 像似机已久的孤狼 终于锁定了猎物 眼睛直冒绿光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 仿佛都在这一刻凝住了 半上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虚掌宋总几岁 若宋总不嫌弃 叫姐姐也无妨 我女朋友还等着我回家喂孩子 适赔了 俗话说 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我拼命吻下心绪 尽量表现的镇静 语气 语调 微笑弧度 全都天衣无缝 可唯独忘了隐藏自己的原始嗓音 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 宋时雨深邃的眼眸 已经一点点变得晦暗不明 像是能把人看穿 少年一贯清冷的声线 经过时间浸润 多了几分雌性和威压 向前微微俯身时 和尔蒙扑面而来 让人避无可避 陈念 耍我好玩吗 宋总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先离开了 短短几秒 我已经在脑子里 迅速规划好了逃跑路线 偏偏准备卖腿时 滴血糖饭了 身体即将下坠的前一秒 被人拦腰抱住 光线忽暗忽明 我隐约看到 刚刚还满是压迫感的 宋时雨红了眼眶 板正的西装也被我抓乱 衬衣扣子崩开 露出锁骨上的小痣 说不出的性感 也许是幻觉 我听到宋时雨在耳边 一声又一声 喊着姐姐 语气急切中带着心疼 我说不出话 眼前发黑 强撑着精神点了点自己的嘴巴 示意她给我找点东西吃 但宋时雨愣了一瞬 竟然缓缓俯下身子 我瞬间瞪大眼睛 用尽全身力气 想要起身 结果彻底昏了过去 04 等我恢复意识时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床上 旁边的护士柔声道 陈小姐 你醒了 再稍等一会 葡萄糖点滴 马上就打完 我到了声泄 脑子闪现出昏倒前的画面 忍不住抿了抿 有些干涸的嘴唇 宋时雨最终 到底有没有碰到 就算是我表达不清 她会错了意 可她明明有喜欢的人 这种无理要求 干嘛这么听话 那我让她放过我 再给我一个意 她听不听 陈小姐 护士鬼鬼祟祟 看了看四周 凑到我跟前 压低声音 你和宋总是不是 护士羞涩地竖起两根食指 交缠在一起转圈圈 一脸一母笑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离谱的错觉 连忙挥手 我和宋时雨不熟 而且她和苏婷婷不是有婚约吗 小护士一副我就静静看着你边的表情 宝子 你误会他俩了 刚出生时 长辈开的玩笑话又不作数 倒是你呀 陈小姐 你没看见 把你送过来的时候 宋总整个眼睛都是红的 死死握着你的手 整个人都快碎掉了 不管我们怎么劝都不撒开 我这个破看闻的 闻着胃就来了 幸好最后诊断出来 只是低血糖加轻微营养不良 不然我都怀疑 宋总下一秒就要对我们说 治不好她 你们医院全都陪葬 这个护士小姐姐 是吃了多少本霸道总裁闻 你误会了 我看着护士给我拔针 愤愤开口 她这个人 牙字必爆 凶狠至极 现在应该在想 怎么报复我才好 磕磕 小护士突然咳嗽两声 朝我几眉弄眼 我这才注意到 宋时宇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门口 她换了身衣服 黑色冲锋衣的领口 拉高遮到下巴 眼尾微红 气质依旧冷淡 只是多了几分少年气 单单是站在那 就是入化的一景 小护士娇羞一笑 飞快溜走了 这是什么 我指了指宋时宇手里 拎着的保温筒 安慰自己 她说不定刚来 并没有听到我的话 宋时宇脱了外套走进来 答道 牙字必爆 凶狠至极的恶人做的饭 我 悬着的心终于掉死了 宋时宇把饭盒打开 端出里面的菜摆在我面前临时架起的小桌上 糖醋排骨 猪蹄炸鸡 五骨鸡爪 各个香味扑鼻 都是我爱吃的 但看到这些 我忽然想起 以前学习任务重 没时间做饭 只能天天点外卖 家里多了个小瞎子之后 本就可怜的小金库 更是不堪重负 于是我以为做饭 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为借口 把宋时宇赶进厨房 逼一个盲人生活做饭 硬生生练就了 她一手好厨艺 陆可知道这件事后 连着发了四五条语音 活爹 你是不是忘了人家是盲人 你就不怕她以后翻身了报复你 你说你平时耸包一个 怎么对那个小瞎子就这么硬气 我若若回复 可是她做饭真的很好吃 吃吧 活爹 你就吃吧 谁能吃得过你呀 这么想起来 宋时宇恨我 想让我付出代价 也并非全部都是她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那么一丢丢做得不对的地方 国外待久了 不会用筷子吗 我正搭拉着脑袋自我检讨 宋时宇抬起手 想要摸我的头发 我下意识侧身闪了过去 姐姐 你就那么不想我碰你 你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 男人的手停在半空 低哑的嗓音中 含着一丝说不出来委屈感 我有些茫然 不是说要让我万倍承受她的痛苦吗 那宋时宇现在是在做什么 撒娇 还是说 这是什么心形整人手段 我明白了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这句话免里藏针 以退为进 其实是在暗戳戳 控诉我那些年对她的禽兽行径 经商的人演技就是好 脑袋也灵光 骂人都骂得这么含蓄好听 好险 要是阅读理解能力弱一点 我差点就以为她是因为 我疏远她伤心 宋时宇 你到底怎么认出我的 你明明从来没见过我 我曾经想过 回国后 以宋时宇多致近腰的性格 也许有一天会把我认出来 但从没想过 会第一次见面就掉马 反正横竖也瞒不住了 我想死了明白 嗓音相近的人这么多 手腕有疤痕的更是不计其数 再加上七年的时间 足以模糊一个人的记忆 我不信她能仅凭这些 就跳过怀疑阶段 如此确定我的身份 姐姐 如果你每天都重复地想着同一个人 心心念念了七年 甚至梦里都是她 当有一天 那个人真的站在你面前时 你会认不出吗 宋时宇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 同人极黑 不含一丝杂志 明明是极具冷感的眼形 此时却情绪翻涌 泛红的眼眶像是哭过 让人忍不住联系 和她平日出现在媒体面前 高冷禁欲的形象 严重不服 反而向着淋雨后 渴望主人拥抱的漂亮小狗 我忽然理解 小护士之前说的 她看上去快碎了 一时不能确定 宋时宇的真实目的 脑子乱作一锅粥 我干脆低下头 专心扒拉饭菜 一开始 我还有些担心 宋时宇会不会在菜里做手脚 以她的诠释和手段 我丝毫不怀疑 可能陆可孙子都结婚了 我还在河里没捞上来 结果吃了几口后 压根停不下来 一口气直接把所有菜盘扫荡一空 德国留学七年 日日都是面包土豆 课业还贼难 舌头碰到排骨的那一刻 我差点哭出来了 吃完最后一粒米饭 我噎住了 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杯 连着灌了三大口才意识到 这个杯子是宋时宇的 杯口已经被我弄得油腻腻的 送你了 男人淡淡开口 宋时宇有洁癖 向来讨厌和其他人 尤其是异性供用物品 我好像又把这人得罪了 对不起 我 那个 不是故意的 本来我想说 可以陪他一个 看到杯子的品牌后 又默默闭上了嘴 目光从杯口的水痕 挪到宋时宇脸上 一点点下意 最终落在他烟红的唇半 不禁联想到 晕倒前他的举动 我心里的疑问呼之欲出 对了 宋时宇 你究竟有没有 亲我两个字到了嘴边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脸红得仿佛要爆炸 恨不得把头埋进枕头里 我第一次觉得 如果宋时宇看不见也挺好的 你希望有还是没有 嗯 说话 姐姐 宋时宇嘴角含着松散的笑意 视线炽热 单膝半跪在床前 微微仰头看着我 性感的喉结滚动 一副予取予求的模样 如果此时我稍微低一下身子 就可以碰到那片柔软 宋时宇 一个披着高领之花皮囊的妖精 七年不见 这男人居然连物种都变了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打破了暧昧的氛围 也惊醒了差点被美色诱惑的我 我迅速收回 已经俯下去大半的身子 脸颊火辣辣的烫 宋时宇点了接通键 对面传来小李的声音 宋总 您一下午没来公司了 嗯 再陪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的 男人断了一下 对我比了个女朋友的口型 宋时宇 我被他的口不择言吓到了 起身去夺手机 不料男人忽然把手举高 我来不及收力 扯住了他的领口 随着清晰的撕扯声 几粒扣子崩开滚落在地 露出大片春色 姐姐别急 这种事情 以后有的是时间 宋时宇漫条斯里拢了拢衣服 我惊叹于这人的流氓态度 半天没憋出一个字 小李显然也被吓到了 紧张得有些结巴 有女 女 女 女生在 宋总 要不我把今天晚上的会给您推了 不必 我很快回去 面对旁人时 宋时宇又恢复了平日冷淡持重的语调 静了两秒 宋时宇正想挂断电话 对面传来一声吐蕃鼠尖叫 大家听我说 我们宋总 千年老铁树好像要开花了 打着点滴都要加班的工作狂 居然为了一个女孩一下午没来公司 说真的 我头一次见宋总语气这么宠 而且那个女生听声音特别像陈记者 啊 我人无了 不是 等等 陈记者是陈念吗 他不是才会回国吗 哪来的时间认识宋总 李哥 你确定没听错 不可能错 陈记者祖籍是江南那片的人 声音软 白白净净小小的一只 根部猫似的巨可爱 我印象很深刻 今天在公司门口 好多人看到宋总对陈记者公主抱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宋总可是从来不让一行近身的 呜呜呜 宋总可是我男神 陈念那丫头也吃得太好了吧 两人到哪一步了 怎么办 我心都要碎了 等陈念回公司了 我要找他问问 别下船了 宋总和苏婷婷才是狼才女猫青梅竹马呀 陈念就是个普通的实习记者 宋总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你们怎么听风就是雨 人群中 不知道谁喊了句 卧槽 李哥 你手机怎么还在通话中 完了 随着一声凄厉的悲鸣 对面挂断了电话 我直起背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势 宋时雨 我们已经分手七年了 姐姐 没人提过分手 我们只是异地了七年 阳光如瀑 自窗间洒落 宋时雨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 蒙上一层淡淡的光 连带着那枚劣质的戒指都金贵起来 当初知晓宋时雨的真实身份后 我买的半夜的机票 走得很急 为了防止麻烦 直接换了电话卡和微信 好像确实没有正式和宋时雨 谈过分手的事 可是七年不见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会默认恋爱结束了吧 宋时雨怕不是故意在整我 以此来报复我当初趁人之威 骗她和我谈恋爱 好 那我先再提 我们分手吧 你耽误了我整整七年 人生有几个七年 分手费一百万不过分吧 宋时雨尾因慵懒年连 似羽毛轻浮 她究竟是怎么做到 用这么撩人的语气 说出这么气人的话的 可是宋时雨现在是我和陆可的大老板 为了刚起步的事业 我必须得忍 不能得罪她 好不容易鼓起的气势又衰退下去 声音都小了不少 宋总能不能分期付款 你觉得呢 宋时雨挑了挑眉 拿过我的手机 熟练地解开密码 加了微信 等我把手机拿回来的时候 发现宋时雨把自己的微信置顶了 下一秒 对话框弹出五万二转账 这是什么 医生说 你长期营养不良 从今天开始 你的一日三餐和我一起吃 不要 员工有权拒绝老板的无礼要求 我义正言辞 宋时雨慢慢悠悠补完了后半句 每吃一顿饭 转账五万二 八万八 我眼睛一亮 挤出瓶声最甜美的笑容 抓住她的手臂 轻轻摇了摇 宋时雨静静看着我 一言不发 完了 刚刚那一瞬间 我忘了她是宋时雨 不是小瞎子 我心里发毛 正想松开手 她忽然开口 姐姐 你好漂亮 神 什么 宋时雨并没有把目光 从我脸上移开 抱歉 刚刚大脑当机了 有些口不择言 现在思考后 我想说 姐姐 你真的好美 真嫉妒之前那些 能够看到你的人 心跳猝不及防 质地有声 为了防止女人有钱就变坏 取个折中 一顿饭六万六 宋时雨留下这句话 夺步走出医院 我用力拍了拍 比猴屁股还红的脸 警告自己 坚决不能恋爱到 宋时雨这次狡猾得很 说不定走的就是 用我爱上她后 在狠狠把我甩掉的复仇路线 必须时刻提防 不能落入敌人圈套 她想演 那我陪她演就是了 只要不在职场 给我和陆柯使半子 一切都好说 出院后 宋时雨和我都很忙 唯一见面的机会 就是在总裁办公室一起吃饭 这也成了我最头疼的事 本来公司就人多眼杂 尤其经过那天的电话风波后 同事看我的眼神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任何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变成 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 又一次趁大家都外出吃饭 我准备偷偷溜进办公室找宋时雨 郑巧和陆柯在拐角状上 念宝 你去拿 厕所 我胡周了一句 陆柯看了看近在咫尺的总裁办公室 露出密之微笑 念宝 你去吹吹枕边风 让宋总这周取消加班呗 他是大神 不知疲惫 我们这些凡人都要累死了 顺便 再给我美言几句 幸好 陆柯还不知道 当年的小瞎子 就是宋时雨 不然别说让我美言几句了 他现在一定拉着我 双双辞职把家还 陆柯勾了勾手指 凑到我耳边低语 念宝 宋总这种高优质男性 外面虎视眈眈的女人可多了 大好机会摆在眼前 你这要是不上 老娘看不起你 对了 忘了你从小到大 除了小瞎子以外 就没怎么接触过异性 等姐不忙了 给你当军师 我 送走了陆可这个活祖宗 我像个泥丘一样 迅速滑进了宋时雨的办公室 她正在用微波炉热彩 高大的身影 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 围着小猪佩奇的围裙 显得有几分滑稽 姐姐 你们那边回消息违法吗 啊 我点她微信 香红的九九家 全是宋时雨的消息 姐姐 菜凉了 怎么还没来吃饭 转账 520 00 姐姐 我哪里惹你不开心了 李李我 姐姐 别不理我 是因为之前在医院 我没有给你看想看的东西吗 几十张不同角度的腹肌照点 JPG 再不过来我生气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可能再给你发一条消息 一分钟后 姐姐 你是不是滴血糖饭了 姐姐 别吓我 姐姐 你不是不是又不想要我了 最新的一条是一分钟前发的 如果只看消息 好像我和她 真的是一对热恋的情侣 回国后 我一直都猜不透 宋时雨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 悬在头顶 不知何时会落下来 吃饭时 我鼓起勇气拿出银行卡 宋时雨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吃饭了 一百万我凑够了 我们分 话被打断 门外传来同事们的声音 宋总 我们来交联合材料 我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所措地转了一圈 在小李他们进来的前一秒 躲进了宋时雨桌子底下的空间 同事们鱼灌而入 小李眼尖 率先注意到不对劲 宋总 你这怎么有两双筷子 对呀 为什么 宋时雨垂眸 对上我的视线 眸色深的吓人 好在 我没有煎熬太久 宋时雨淡淡补充 一个用来加菜 一个用来加肉 我投过去感激的眼神 男人勾了勾唇 伸出手有一下 没一下地摸着我的头发 男人只腹微凉 我全身像流过一阵电流 忍不住轻轻站立 汇报过程十分不顺利 策划案念了不到两页 宋时雨指出了十处问题 室内一片低气压 大概是骂得渴了 宋时雨喝了口水 我趁机拽了拽她的裤腿 比了个口形 腿抹了 宋时雨 今天先到这 你们回去改 有个同事心直口快 宋总 你今天怎么变这么温柔了 以前都要足足骂我们一个小时 今天这才十分钟 其他同事陪着笑拽着她 火速离开了 我正准备出来 办公室又进来一个人 虽然戴着口罩帽子和墨镜 但一眼就能看出 是女明星苏婷婷 这个时候 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咬了咬牙 像安纯一样又缩了回去 眼前是宋时雨 鼻挺的西装裤 苏婷婷把一个盒子 放在桌上 这是你托我从品牌方那里 拿来的限量版香水 宋 我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女孩 让你这么费尽心思去追 居然还没追上 我心里一咯噔 宋时雨在追谁 她每天接触最多的异性 不就是我吗 宋时雨反唇相机 你不也没追上女助理 苏婷婷笑了两声 梅甲轻轻敲着桌面 至少我没有被人不声不响 抛下七年 没有为一个人喝酒 喝到未出息 鼠酒寒冬差点死在街头 也没有在明知道 对面是空耗的情况下 依旧不分昼夜地打电话 更没有把一个 价值几毛的戒指当宝贝 甚至把全程的公交车 出租车上都拉上横幅 求她回来 嘴上说着 要恨那个人一辈子 要让她付出代价 可等那个人一出现 什么绿茶 色诱 砸钱 各种不入流的手段 轮番上阵 宋 我真后悔 曾经向朋友夸赞 你是我见过最理智的人 等等 苏婷婷说的那个人 不会是我吧 宋时宇揉了揉眉心 以后我不能再配合 你传绯闻了 给你找了个 另外一个合适的人 不用了 苏婷婷起身 我已经准备 向媒体公布 我喜欢女的 掉粉就掉粉 大不了退捐 回去继承家产 遵循自己本心 才是最重要的 与其胡乱猜忌 不如大胆承认 你说对不对 藏在桌下的小土豆 我冷不丁被人点名 忘了上方还有桌面 激动地抬头 却没有意料中的疼痛 宋时宇用手掌 做了我和桌面之间的 缓冲肉店 我探头探脑出来 苏婷婷已经走到了门口 嘴里念念有词 异性恋完的真话 姐姐 你想和我说什么 宋时宇用完好的手指 夹着我拿来的银行卡 这里面有一百万 用来支付分手费 我活动着僵硬的手脚 颤颤微微回到 所以答应和我一起吃饭 只是为了筹钱离开我 我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宋时宇单手撑住桌面 把我还在她和办公桌之间 因为发力 衬衫勾勒出漂亮的肌肉线条 嘴角样出两个浅窝 再给你一次机会 分还是不分 苏婷婷说的都是真的吗 距离太近 我不敢直视宋时宇 是真的 陈念 你喜欢我 但是害怕我只是在报复你 所有的好都是演戏 又担心自己越陷越深 所以急着摆脱我 对吗 宋时宇笑得无奈 懒洋洋把下巴搁在我的井窝 姐姐 你知不知道爱是演不出来的 这么久了 你还不相信吗 我被戳中了心事 变得更不自然了 胡说 我没有喜欢你 姐姐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把我发给你的每一张私密照都保存下来 还分类整理好 有标注早上起床看的 有深夜看的 我满脸通红 不可置信 宋时宇 你翻我相册 昨天吃完饭 你忘记退出页面 我不小心看到的 我还是有些狐疑 你说你喜欢我 那你还是小瞎子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那么抗拒 宋时宇笑声很低 撞击着人的耳阔 姐姐 那个时候我才刚满十六 自然害羞了一点 而且 我那时生气 是以为你 只是缠我身子 并不真正喜欢我 也许如果宋时宇没有眼盲 我当初可以看到 少年眼眸下汹涌的爱意 可如果她没有眼盲 我可能一辈子 也不会和她产生交集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宋时宇当年十六 害羞得像个小白兔 现在二十六了 活脱脱一个成了精的老流氓 我慢慢回过未来 宋时宇 你是故意把苏婷婷 在饭点约过来吧 就是为了让我听到 你们两个的对话 是 老流氓承认得很爽快 不这样 怎么打消你的疑虑 姐姐 我承认 我是想过要报复你 可是 当你滴血糖 晕倒在我眼前时 我就发现 自己压根做不到 让你产生误会 一直担惊受怕 很抱歉 但我真的喜欢你 喜欢得不得了 姐姐 别吊我 给个准话 分不分 你现在分手 要损失一百万 可如果不分 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立刻安排人 进行财产转让 宋时宇 这是早就 把一切算计好了 压根就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见我犹豫 男人凑到我耳边下骨 当然 人也是你的 姐姐以后再也不用在深夜看我的照片了 宋时宇 我拍了下她的手臂 男人委屈巴巴皱着眉 举起越发红肿的右手 疼 没事吧 我心里涌起浓浓的愧疚感 有事 吃不了饭了 你喂我 好吧 百叶窗外人来人往 每位宋时宇一次 我都紧张地心跳一下 一顿饭 战战兢兢吃完 我实在受不了 宋时宇过于炽热的眼神 转移话题 走吧 准备开会了 会议中 大家都在关心宋时宇的右手 她一本正经答道 小猫挠的 陆可看着旁边 恨不得把头埋进捉动的我 一有所指 什么猫 我们见过吗 宋时宇 不偶 我实在没忍住 表面无波无蓝 在桌底下 轻轻踹了她一脚 下午的会议结束 大家陆陆续续往外走 我发现 宋时宇什么也不做 既不收拾材料 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眼神直勾勾黏在我身上 漂亮的眼睛流光溢彩 姐姐 我们回家吧 我讶异 才四点 宋时宇轻描淡写 今天让他们休息一天 我隐约感觉 宋时宇这个回家不太正经 刚想拒绝 就听见她悠悠开口 如果姐姐不跟我回家 我会很伤心的 怎么办 我这人一伤心 就想让员工加班开会 我还没说话 会议室门外 传来一口同声的呼喊 总裁夫人 跟她回家 喊得最凶的是陆可 原来他们都没离开 躲在门口听着 我待入木机 愣在原地 有的人看着还活着 其实走了 有一会了 到家后 我想吃水果 宋时宇没来得及 脱西装外套 从冰箱拿出车梨子 去洗手间洗 我偷偷打开 她刚刚在楼下超市 买完东西 手里拎着的黑袋子 看清里面是什么后 我立刻起身往门外走 刚碰到门把手 身后传来宋时宇的声音 姐姐 去拿 出去透透气 一会就回来 宋时宇撇了眼 桌上被动过的袋子 在我刚打开门缝的瞬间 走过来 关上了门 慵懒靠在门框 姐姐 撒谎的不是好孩子 当着我的面 宋时宇慢条丝里 脱掉西装外套 松开领带 眼眶迅速红了一圈 姐姐抛弃了我七年 还想再把我抛下一次吗 我苍白解释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男人的眼泪 女人的兴奋剂 宋时宇一哭 我感觉全世界好像都欠她的 鬼使神差 被她拉着进了卧室 姐姐 你知道吗 眼睛看不到东西 其他感官就会变得比平日更加敏感 所以 你当时对我的每一次调戏 都是在挑战我的极限 我刚犯起一些心疼情绪 发现宋时宇正用领带缠住我的眼睛 语气轻柔 却不容拒绝 姐姐不乖 要补偿我 七年 七次 少一次都不可以 唇不传来柔软的触感 肺内的空气越来越稀薄 外面下起稀稀利利的小雨 花苞在风中摇晃 很快 雨势变大 磅礴而出 鸟儿轻微叫喊着 冲进云霄 直至天明 何不思青 这一蓝听风 满目鲜花着锦 爱意万事胜龙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